阿伟的故事 阿伟是个孝顺长辈的好孩子 吃东西的时候,他让父母先吃,然后自己再吃 爸妈下班后,他主动给爸爸妈妈拿包,拿拖鞋,倒水给父母喝 爷爷奶奶在睡觉 阿伟不吵不闹,自己玩玩具 妈妈,我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吗 可以,不过你要早点回来吃饭 好的,妈妈 阿伟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长大后,阿伟成为一名解放军 他认真训练 教官对他的表现直点头 他认真学习 帮助别人 战友对他直竖大拇指 教官给阿伟带上大红花 他说 他说 作为一名解放军 你认真训练,努力学习 这就是对国家中心,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阿伟走路经过河边,听到救命救命声 他立刻跑到河边去寻找 看到落水的儿童后 他立刻跳到河里游向落水的位置 把一个孩子救上岸 阿伟再次跳到河里 游到另外一个孩子身边 带着他游向河边 用尽全身力量把他推到岸边 自己却因为力气耗尽慢慢沉了下去 两个被救起的小孩都哭喊着 解放军叔叔 阿伟的墓前很多人排着长队 拿着鲜花来看望他 还在对前面的一个中年人说 阿伟为救小孩献出宝贵生命 他这种舍己救人 无私奉献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